大雪山在夜之间成了银白色的世界 在园区比较高的地方 小雪山旅游资讯站 地面上覆盖了一层白雪 树梢上也一样 这个地方海拔2560公尺 在大雪山临到49公里的地方 园区是清晨6点多的时候开始下雪 下雪的时候天色还没亮 不过天一亮就出现了这一片银白世界 非常的美 目前大雪山临到 在44公里以上就已经结冰了 需要夹挂雪链才能够上去 台中除了大雪山 还有福寿山农场也下雪了 现在正在下雪了 我们现在在福寿山农场 天池的收费站 可以看到雪花已经开始在飘了 我们车上都开始有 积上一层一层的 像刹冰一样的细细的雪 福寿山农场清晨飘雪 车辆的上方也积了一层雪花 农场表示 目前清闻零度持续在飘雪 你看 雪夹杂的冰线 对啊 有些是飘的 有些是那个 有些 雪夹杂的冰线 福寿山的海拔在2100到2600 切颇寒流在2000公尺的山区 也飘雪了 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